老人家说是烫伤烧伤的 所以才会看起来丑丑的 他在游回来的途中 因为游很久了 他就会累 他就像 他就在水面上休息 就这样飘啊 你动不动的这样休息 结果这个时候风一来浪一起来 就把他的火种熄灭掉了 但是 他回来 虽然任务失败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责怪他 因为他有那个勇气 帮我们去对面取火种回来 那这个时候主角 我们的主角红嘴黑杯就跳出来了 那个杯是 一鸟字旁 背男竹的杯 一个鸟一个杯 红嘴黑杯 嘴就是嘴巴的嘴 那那个时候他就说 我会飞 我不用碰到水 他就飞到对面去取火种回来 但是因为火种很烫嘛 他一开始是叼在嘴巴 然后 飞飞太烫了 他要换脚 然后就这样子来回互换的过程中 回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他的手跟脚都变成了红色 收贪心了 哈哈哈 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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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